您记得苏贞昌已经是六问蔡英文 说你到底要我在选战里担任什么重要角色呢 那么现在苏贞昌的子弟兵林喜耀 已经继续协助蔡英文在新北市寻找竞选总部 外界都在猜全国竞选总干事是不是就是苏贞昌呢 虽然这个人事还没定案 但苏财贵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登场 不过苏贞昌透过发言人低调的回应 说他一切尊重主席的安排 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工作蔡英文还没说 但2012全国竞选总部设在新北市 党内有人点名老县长苏贞昌 是竞选总干事操盘最佳人选 我想院长已经说过 就是说他会全力来帮助蔡主席 那我想现阶段担任什么位置 不是他考量的重点 重要是如何全党上下一致 共同来打赢2012的选战 总干事是位置 但工作一定不轻松 苏财二次会还没时间表 苏文昌说尊重主席 就等蔡英文开口且尴尬 浮雪2012举足轻重 但苏文昌有了自己的步调 6月底前超越基金会办公室就会搬家 从目前的台北建国北路 搬到南京东路上 租金也从40万缩减成15万 只是租约1000正好4年 时间点刚好就在2016 这倒没有什么其他的计划跟布局 这很单纯就选后我们人员缩边 那办公室的空间也不需要这么大 2012已经暖身准备抬轿 2016苏登山会不会再做轿 下一步依旧受注目 三菱新闻综合报道